欢迎昨丁今天晚间的TVBS 2100看世界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家荣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 跟我们分享您对新闻的观察 跟大家做及时的互动 一开始马上来关注是南韩的政坛 总统影席月的弹劾案 预计到星期六才会做正式的表决 不过在这之前呢 国会先针对监察院院长崔仔海来开刀了 他们认为呢 他包庇第一夫人金剑西涉及不法行为的调查 所以这个弹劾案已经正式通过了 192位国会议员出席有188人都投下赞成票 他会立刻遭到停职 而这也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次有监察院长遭到弹劾 这是来自南韩的最新消息 那至于影席月自己的弹劾案呢 我们知道昨天呢 在野联盟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弹劾程序 不过其实呢过程还蛮复杂的 因为呢5号要先做这个正式的提交到7号的晚间7点钟 才会做正式的表决 那这个中间几天的时间主要呢是来做辩论 所以一定呢必须要经过至少24个小时的等待 那至于执政党呢是怎么看影席月这次发动闪电戒严呢 我们都知道国会呢因为在野联盟的这个国会席次比较少 所以需要至少8张执政党的这个议员倒戈投票才有机会通过 不过呢执政党国民力量就已经说了 他们其实呢不会让这个弹劾案通过 108位议员会团结抵制 但是已经要求影席月要来退党了 毕竟呢戒严这个行为没有人能够替他辩解 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说明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来伤害南韩的民主自由 不过呢就算在这个国会通过之后 还是要送到宪法法院去审查 那中央日报的报导就特别提到这个当中的困难度 因为目前呢宪法法院有9位法官 需要9位法官但还是有3个位置是空缺的 所以恐怕会对整个审理的程序 产生不小的冲击跟变数 那南韩的民意是怎么看影席月这个人 知不支持他被弹劾呢 我们来看这一份民调数据呢 是纽西兰的一个通讯社做的 有73.6%的民众说支持弹劾影席月 认为他应该要下台 我们以地区还有年龄层的分布来看呢 集中在南韩西南部的光州地区 有79.3%的民众支持的高于这个全国的平均数据 那以年龄层来看呢 年轻人特别不喜欢他 18到29岁呢有高达86.8% 认为他没有资格再继续当南韩的领导者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弹劾要经过非常多冗长的程序跟步骤 就连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都坦言 弹劾案要正式通过有难度 在4号凌晨宣布解言后 身影超过40小时的南韩总统尹熙 原本传出将发表公开谈话 结果却没现身 在解言之乱后连续身影两天 以西越所属的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在解言后召开 紧急闭门会议商讨解言之乱 善后事宜但党内确定将反对 在野阵营提交的弹劾案 南韩国会由300名议员六大在野党 加起来192席次 想通过弹劾至少还需要执政党的酒票 在野党党魁李在明坦言 本周要通过弹劾的确有难度 但以西越被罢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被任命为戒严指挥官的陆军参谋 总长普安珠已经递出辞呈 以西越仓促戒严也让盟友美国措手不及 国务卿布里肯说近期将与他通话 专家表示假如尹西越最终保不住 总统宝座由总理韩得住代理 南韩将轮为跛脚压执症 届时川普上台恐怕会狮子大开口 要求南韩为驻韩美军提供更多资金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尹西越现在如果被弹劾的话 其实不止冲击到南韩国内的政局 而是整个东北亚 甚至呢美日韩的联盟 接下来都会乱成一锅粥了 怎么说呢 美国就评论这一次南韩的戒严 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判 极具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合法 所以南韩未来几个月 会面临到蛮大的挑战 而美方呢知道南韩发生这样的消息 其实也感到相当的惊讶 那另外就是呢 前总统普正希他的幕僚 也对尹西越这个做法做出了评论 他说尹西越根本是一个 不懂政治的业余人士 准备不足 欲言南韩接下来 会陷入很大的混乱 那北韩呢可能反而占到了上风 觉得趁这个混乱的时候 或许可以来散布一些假讯息 所以美日韩三边的关系 为了要怎么样结盟 来对抗这些呢 他们反对的势力呢 恐怕也得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特别要来关注的是呢 日本目前其实政局也是不太稳定的 因为新任的这个首相石破茂 声望其实蛮低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 华府会面临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 因为拜登马上要卸任了 所以要交棒 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需要一些时间 来做适应跟调整 那南韩的部分 尹锡悦面临戒严风暴 在野党提出了弹劾案 所以接下来川普上任之后 他当了美国总统 他想跟日韩一起来抗中 不过他的伙伴们 都是声望相对比较低的领导人 对川普来讲可能也必须要来做足准备了 那尹锡悦过去一直是所谓的 三边合作框架的主要推动者 他希望呢透过和赫组来延伸 这个朝鲜半岛 不过现在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和赫组的议题必须要被放到一边暂停讨论了 所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韩的军方高阶将领呢 已经确定呢 这个讨论必须要暂时先来中断 另外就是石破茂呢 原定在明年一月份要访问首尔 现在计划恐怕呢也必须要取消或者是改期了 但至于南韩国内目前也在针对戒严令做比较详细的调查 已经请辞的国防部长金龙贤在今天已经被限制处境 南韩走闹影席月的短命借严令军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南韩国防部周四召开记者会向全体国民道歉 只是戒严令颁布当下特种部队持枪前往国会还一度和议员民众爆发冲突 国防部长金龙贤率先引就辞职获准 南韩国会的国防委员会只好把副部长金善浩叫来质询 金善浩公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前往国会的军人并没有配备实弹 金善浩还解释影席月发布的戒严令六点公告也并非由国防部起草 被任命为戒严司令的蒲安朱将军也说自己并不知情 韩联社报道辞职获准的金龙贤已经被限制出境 警方也介入调查要厘清他在这场戒严混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TVB的新闻找不到 而在影席月之前被国会弹劾的总统您还记得吗 就是2016年涉入了闺蜜崔顺时干政案的前总统蒲锦惠 不过有南韩的网友开始比对 蒲锦惠跟影席月两个人的政治生涯就发现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认为这里面是不是有平行时空呢 他们两人的任内呢南韩发生了蛮多的大事 两个人的这个时间线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几乎很多都是雷同的 比如说我们把时间推回到这位曾任过 法务部长的国会议员邱美爱他当选议员的时间 蒲锦惠任内他曾经第五度当选 后来影席月上任之后呢他又第六度当选 刚刚好是对得上了 再来就是呢天团Coldplay宣布访问南韩 也分别都在两个人的任内来发生 那再来就是奥运了 在蒲锦惠任内的这个礼乐奥运 当时呢南韩的奖牌数 篡升到全球第八位 那影席月任内呢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 南韩的表现其实也不错 一样是拿到了第八的位置 再来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就是来自南韩的这位作家叫做韩江 他今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那时间回推到当时蒲锦惠的任期内呢 他得到的是布克奖 所以韩江在两个人上任的期间呢 其实都写下了这个生涯的篇章 再来就是在电竞界赫赫有名的 菲克尔李向赫 跟这个SKT T1 拿到世界冠军的时间点 一样都出现在 普景惠跟尹席月的总统任期内 那再来就是跟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的了 我们都知道呢 川普在2016年当选 第一次当美国总统 当时是普景惠执政 今年川普又再度回锅了 又是在尹席月任内 所以引发很多人的惊呼说 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这么多的事件 刚刚好两个人呢 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跟雷同 但是呢 尹席月这一次颁布戒严令 40多年来呢 几乎没有发生过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呢 恋爱脑 被爱情冲昏头呢 为了想保护他的妻子 第一夫人金剑熙 免于受到牢狱之灾 出访参加公开活动 都不忘带上爱妻金剑熙 在业党提报 南韩总统以习院 竟然因恋爱脑 为保护妻子不坐牢 挺而走险 颁布戒严令 最大在业党 共同民主党推动 将金剑熙特别检查法 重新表决 提前到7号 也就是尹席月弹劾案 同一天审理 事实上民调显示 尹席月的支持度低迷 一大部分跟金剑熙的丑闻争议 脱不了干系 当中就包含名牌包包一云 金剑熙被控在2022年底 收受大约7万台币的名牌包 一年多后 网络节目首尔之声 公布第一副人收包包的 密录画面 并在去年12月正式检举收贿 今年8月 检方裁定金剑熙 没有犯罪嫌疑 不予起诉 不过在宣布戒严当天 南韩警方才大动作 搜查首尔之声的办公室 第一夫人的争议 不止这一桩 她曾被指控 涉嫌论文抄袭 履历造假 甚至炒股 最后统统没事 在业党推动金剑熙 特别检查法 也遭隐习岳动用总统权力否决 他们才会再度提出 CNN指出 第一夫人的这个名牌包 有可能是压垮隐习岳的 最后一根稻草 TVBS新闻综合报道